美国太空总署NASA计划重返月球 新一代登月火箭阿提米斯一号 原本预定在台湾时间昨天晚间升空 不过最后一刻出现了问题 目前发射的时间改到了9月2号星期五 也可能会延到9月中 这是美国佛州甘乃迪太空中心的电子看板 在29号离发射倒数计时剩下40分钟 就不再继续 阿提米斯一号火箭的登月任务临时变广 出发前美国太空总署反复启动 关闭太空发射系统火箭的燃料夹注 由于距高度爆炸性的液态氢外泄 导致作业暂停 在春季模拟时泄露的地方就发生过同样情况 最后成功的减少外泄 另外又因基地附近有雷雨 燃料加注作业晚了将近一小时 接着又发现四个引擎当中的三号引擎 无法充分冷却 数万人聚集在佛州甘乃迪太空中心附近观看发射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关注赞许团队的努力 以及杰出表现 阿提米斯一号任务是美国继一九七二年 阿波罗十七号太空人踏上月球 时隔五十年以来的最新探阅任务 不过这次没有载人 而是预计在二零二四年发射的 阿提米斯二号载人飞行 公式新闻 黄远玲被译